我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一位的 民谣朋友圈好友 我在很多很多地方见过他 在非常经典的民谣专辑 和非常经典的一些 大热金曲的制作名单上 见过他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让我们来欢迎 第一位民谣朋友圈好友 张亚东 亚东老师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接受 第二位的民谣朋友圈好友 我在酒馆见过他 我在乌镇戏剧节见过他 我甚至在下着雪的 北京词环的路边见过他 我们欢迎老郎 郎哥 接下来再要介绍的 我们第三位的民谣朋友圈好友 我在颁奖典礼见过他 我还在音乐节后台的走廊见过他 李宇春 那么这一次来到这里呢 我觉得这里有音乐 有人群 有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人 我自己想来 我来就是补课 我是一个比较一直专注在制作 什么领域 其实民谣听的并不是那么多 非常惭愧 希望大家不要排挤我 没有 你非常棒 确实一大半都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一会儿可能随着节目的进行 大家慢慢都会认识